文字幕-李宗盛 verse 1 字幕-李宗盛 好 我们再更进一步的 把Lapartian 放进来 那我们已经讲过说 所谓的Lapartian 就是 Divergent 一个gradient ok 这是已经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现在呢 你只不过是要把它变成我们这个 这个Orthogonal的Curve Linear的Coordinate 那首先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你的那个Gradient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说这是H1 RoundQ1 Q1 H2 RoundQ2 Q2 H3 RoundQ3 Q3 那现在 再把它取什么 取Divergent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H1 H2 H3 分之1 那你 RoundQ1 的 H1 分之1 这个 把它放进来 RoundQ1 H2 H3 H2 H3 然后呢 RoundRoundQ2 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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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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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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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2 Long F Long Q2 H1 H3 再加上 Long Q3 H3 Long Rong 把它写在底下好了 Long Rong Q3 H3分之1 Long F Long Q3 然后H1 H2 可以再进一步把它写一下 我们会发现说 H1 H2 H3 分之1 然后Long Rong Q1 好 那我们把 这个放进来就是 H1 H2 H3 Long F Long Q1 然后Long Rong H2 H1 H3 Long F Long Q2 加上 Long Rong Q3 H3 H1 H2 Long F Long Q3 这是你的Lapathic 这是我们底下是我们常常表示的方式 所以从这个表示方法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同学 你不要去操我的 试着从这个 然后去把它在Divergent 看看能不能得到 OK OK 好 那你已经得到了以后 我们说 对于 炎柱座标系统的话 Rho by Z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Lapathic 就变成是Rho分之一 Long Rho OK H1 H2 H3 都非常清楚 Long F Long Rho 然后 再来Law平方分之一 Long Rho Long Phi 的平方F 再加上Long Long Long 那这是 再来切的是球座标系统 一样的情况 你可以马上得到 R平方Sine Ctah分之一 把它放进来 Long Rho 的部分 是R平方Sine Ctah Long F Long R 再加上 Long Long Ctah 那 H1 E R R平方Sine Ctah Long Ctah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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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Sine Ctah分之一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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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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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o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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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来 三一c 再加上 这对5fn三一c 可以提到外面来 三一平方c 所以在后面考试的时候 我们最后会去接拉plus equation 无论是球坐标 直角坐标 你如果是直角坐标 那更简单 就是 x 平方c long y 平方c long g 平 无论是哪一个坐标系统 要你去写拉plus equation 你就直接你要会把它写出来 就是直接的表示方法 在不同的坐标系统里面 那有同学会问说 那我到底要写成哪一种形式呢 完全看你的系统的boundary condition ok 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你的问题 来决定你是要用哪一个坐标系统 如果你是球状的分布的boundary condition 你当然要用球坐标系统 援助分布的做boundary condition 你就要援助坐标系统 好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在这边的话 另外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beta的部分 那beta也可以把它的laplacin 把它写出来 这是beta b ok 那我们看到 那tipn上面 为什么会有laplacin b的存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依照 cure b的部分 那你把它乘一下 就是divergent b 再取规点 再乘 减掉laplacin beta b 就直接出来了 所以 你要去算这个东西啊 你就是直接 这样子来算它 ok 这个是比较不好算的东西 那你它就是可以 你把它一项一项的把它拆开来 所以 常常你有时候 你要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跑出来 我们说 bunday condition的时候 其实 你就是laplacin scale potential 然后 如果beta potential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东西跑出来 好 所以 基本上面 这是我们在 物理上面 我们会看到的 一些 啊 啊 问题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对算虎 你要怎么把它展开 把它说明了 好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上堂课如果你懂的话 这堂课你就应该没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到这里